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装置了英特尔12代移动CPU i5-1240P的高性能高颜值小主机 小米米粒主机 小米米粒主机 是小米公司几天前推出的首个米粒商用主机 它装置了TDP28W的英特尔移动CPU i5-1240P 16GB双动道BDR4内存 3200MHz 512GBPCIe 4.0 NVMe SSD 双雷电视 双HDMI显示接口 可以支持视频显示输出 WiFi6E加2.5G网卡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12x112x38 只有0.47L的超小体积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 非常少 只有说明书和电源适配器 这是说明书 最重要的就是这块电源 20V5A 一共100W功率 对米粒主机来说 这也可以算一块大功率电源适配器了 我们把小主机取出来 真漂亮啊 这几乎就是一台 深空灰色的 缩小版的Mac mini 如果明年Mac mini M2 长这样 果粉们做梦都会笑醒的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白色的电源植视灯 USB 3.2接口两个 右边这个还能充电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20V电源接口 HDMI 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USB 3.2和2.0接口各有一个 又一个HDMI 2.0接口 左边和右边还各有一个雷电式接口 一共四个输出显示接口 今天我们会重点关注这个雷电式接口 因为上次测的华尔街峡谷是青春版 没有雷电式接口 何况还是两个 两侧是进风口 后部有风扇出口 标准的两进一处通风 全铝合金 机身摸起来十分舒服 这就是Mac mini和Intel NUC的合体 连电源灯都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卸下四口螺丝 取下来底部盖板 需要小心点 有WiFi天线连接到后盖上 还要拆下这块保护盖板 终于看到内部了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接口 一条512G的PCIe 4.0的NVMe SSD 接口就是PCIe 4.0的 两根三星8G的内存条 DDR4 3200MHz 还有一个2242的PCIe SATA接口 只能装短的PCIe SATA硬盘 NVMe下面是无线网卡 好了 再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要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i5 1240P的小米米里主机 今天我们首先要看看显示的接口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120Hz 8bit YCBCR420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这是HDMI2.0B的最高输出 需要18G的带宽 雷电接口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还没完 我们这台显示器LG27GP952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小米米里主机能够支持4K159.98Hz的 8位RGB非压缩信号的输出 完美 我们接着要大力吐槽一下 小米的产品品控 Windows首次设置完成后 竟然没有微软商店 当然你可以自己装系统打驱动 解决这个问题 也可以手动添加微软商店 我已经把解决方法 放置在B站的专栏里了 虽然其他厂商也出过类似的问题 但这不是小米你们第一台迷的主机吗 不应该检查检查再检查吗 如此容易 查出的错误就放过去了 接着我们先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890帧左右 真的是随便玩 原神 1080P低画质 跑起来大概40多帧 这就是80EU的 Intel Iris Xe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能玩 但体验不够好 GagBench 5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14678 Volken得分14218 我们来看看 Intel Iris Xe核显的强项 视频解码 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 AV1视频 CPU平均占用2% GPU平均占用60% YouTube 8K60帧 AV1视频 照样流畅的播放 CPU平均占用5% GPU平均占用60% i5 1240P CPU 是TTP功耗28W的 Intel的移动CPU 尾号P系列的一元 我们想要测试 系统的生产力表现 继续使用Arctime 添加字幕 并转码输出 MP4视频文件 还是我们自主的 畅往5285U原始 不带字幕的视频 我们用小米米粒主机的 i5 1240P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这里是100%使用CPU转码 最后结果是 16分43秒 共计1003秒 对比一下 其他顶级的MD Intel CPU 基本都在800秒左右 1240P 这颗TTP28W的i5 距离它们有一段距离 不过 它超过了 0克1235U的1274秒 却输给了同式 1240P的华尔街峡谷 后半的华尔街峡谷 性能释放 是要好于博板的 接着我们会进行CPU测试 CPU-Z 多线程 5686.2 单线程 698.4 华尔街峡谷的 多线程 5615.5 单线程 708.6 格格奔街5 多核 9358 单核 1622 华尔街峡谷 多核 9353 单核 1609 设定奔街223 多核 10513 单核 1670 华尔街峡谷 多核 11183 单核 1680 Pasmark 多线程 21,095 单线程 3660 华尔街峡谷 多线程 21847 单线程 3656 以上这些成绩 我觉得和华尔街峡谷 是差不多的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 958,379 CPU得分 499,262 硬盘 好像拖了后腿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冲上了64W 温度也冲上了97度 整机功耗上到了91W左右 但只维持了十几秒 就下滑到了CPU功耗33W 整机功耗接近50W CPU频率由一开始的33GHz 调到并稳定在2.5GHz CPU温度上升稳定在80摄氏度 在单烤了15分钟内 1240P的主频 一直维持在2.5GHz 功耗33W CPU温度80度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这种成绩放在4.0的NVMe 也就是入门的那种 浪费了PCIe 4.0 NVMe插槽 买准系统的朋友们 可以自己挑选高速的NVMe SSD 好了 我们要进行本次测试 最重要的雷电式接口的 存储性能测试 噠噠噠噠噠 哦吼 只有1000兆BPS 为什么 堂堂雷电式就跑这点啊 寻冒了半天 我们发现 此时另一个雷电式接口 接在了高刷显示器上 正在4K160Hz Martinez 输出视频信号 所以 这一个雷电式接口 就只能1000兆BPS存储了 等等 咱们不是有两个雷电式接口吗 不是应该互无影响吗 拔掉显示输出 只接一个雷电式接口 存储正常了 都上了3000兆币 那么我们这里显示的雷电芯片 是两克还是一克呢 我认为是一克 实际上你要求得到满数的外置存储接口 你就不能使用雷电接口接4K的高刷显示器 也就是说 你必须在雷电式输出4K144Hz显示 和外置雷电存储设备中 做一个选择 不能同时二者高速兼得 我不知道在双口雷电式的华尔街峡谷 是否也有同样的状况 这是英特尔的问题 还是小米的问题呢 继续 WiFi测试 这次是英特尔X211WiFi6E无线网卡 两次只跑了400多兆 比起华尔街峡谷同一位置的600多兆 还要差点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3测试的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小米米粒主机 装置了12代酷睿i5CPU1240P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的待机功耗 7.2-7.7W CPURay最高功耗81.27W 单核满载功耗42W GEC奔机5最高功耗90.82W Cine奔机R23最高功耗91.26W PassMark最高功耗90.89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93.84W 室温21摄氏度的情况下 CPU待机温度42度 SSD待机温度34度 这台小主机待机时的风扇 没有噪音 非常安静 我就没测试了 CPU满载时的噪音是50分贝出头 保留节目 是我们给1240P运行OpenW测试 这里是BIOS 这里可以调整TDP策略 我们以后可以折腾 今天就不调整了 关掉安全启动 才能启动U盘上的OpenW系统 大家记得要改回来 才能重进Windows 杨并且订阅 AES861992 XX20453458 Chromemark326508 在Chromemark成绩上 肯定是超过了1235U 比我们测试的同一CPU的华尔街峡谷要差一点点 326500对34万 不过那台不是保版 是厚版 空间大 TDP能跑40瓦 同一款CPU装置在不同设备上 完成同一项工作 表演出的效率可能不一样 我想告诉大家 对于小米第一台迷离主机 其实我是相当的满意 非常的满意 虽然今天我们的测试比较华尔街峡谷 在温度控制和某些性能上差了一点点 但我们要看到华尔街峡谷是厚版 厚版在温度性能试分上要比保版要好一些 那么我最满意小米迷离主机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外形 太漂亮了 升空灰 小Mac mini啊 看着白色的灯 简直和Mac mini一模一样 如果Mac mini 2003 也就是M2 做成这样 我毫不犹豫的买一个 那么回到了X86 我想问大家一句 照这个样子来一台日人机6800H 照这个样子稍微加厚一点点 来一台6900HX 把这两台内存搞成32G LPDDR4 6400 再照Mac Studio的样子来一台带独显的小主机 比如3080Ti 大家喜不喜欢呢 我扪心自问 我还是挺喜欢的 小米迷离主机 有着Intel NUC一样的内展 有着超越当前Mac mini的颜值 这是目前所有迷离电脑最佳的颜值 这几年 我测试过近百款的迷离计算设备 小米迷离主机的颜值 是当之无愧的No.1 在颜值这一项 我totally全部的五体投地的 占小米这一边 但是我还是要吐槽 第一 缺失微软商店 这是品供和责任心出了问题 我不认为这是小事情 说明制造的出品流程是有瑕疵的 第二 双雷电式接口变成了一个笑话 你只能执行单雷电式同样的功能 那我何必要双雷电式 目前其他品牌的相似竞品 只有一个USB式接口 反倒成了最优解 双雷电式应该是真的双雷电式 我可以满足4K14HZ 或者8K30HZ的显示输出 同时还能满足雷电满血的存储 否则 一个雷电式接口就可以了 10GB外置存储速度 USB的A口3.2G晶2就可以了 要你这个多余的雷电式有何用 如果 英特尔NUC本体的双雷电式 也是这个水平 那么这项优势就真的成了一个笑柄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你这么看好 迷你电脑的未来 今天我简单说一说 第一 计算设备元器件的微信化 帮助迷你电脑达到了更高的性能 第二 常用软件对电脑性能的需求 没有跟随CPUGPU的性能提高而提高 说明 目前CPUGPU以及电脑整体性能提高 不是for我们常用的软件 比如Office 比如上网浏览 比如普通的软件 而是更多的为了对付游戏 视频剪辑等等 第三 最重要的一点是 大屏显示器的快速降价 几百元就可以买到 24寸27寸的大显示器 家庭和办公升级大显示器 就如同手机从iPhone4的小屏手机 升级到现在的大屏手机 小尺寸液金电视 升级到75寸85寸的大电视 这是产品降价后激发的刚需 基于以上三点 我们一台性能满足绝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 整体非常小巧好看的迷你电脑 和大屏显示器配置在一起 会形成强烈反差的桌面美感 还可以节省下更多的桌面空间 这会让众多的消费者 抛弃所有傻大黑处的桌面电脑 不管是ITX还是ATX 苹果的桌面迷你电脑 Mac mini和MacStudio 已经给我们展现了未来的雏形 小米迷你主机 在新的潮流涌现之前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它已经有超越当前苹果 Mac mini的颜值 小米你是打一头就走呢 还是愿意耕耘发酵 直到收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